新北板橋府中捷運站旁邊的警官陸橋電梯 在今天下午發生了墜落的意外 當時有名55歲的姑姑帶著8歲侄子搭乘電梯 突然從2樓墜落到1樓 這兩人一度受困 警銷破門搶救這姑姑的腿部骨折 8歲侄子也受傷 兩人分別送醫 但整起意外疑似是因為電梯的鋼索斷裂才會尿火 消防人員呼報後迅速趕緊現場 趕緊將傷者救出台上單架送醫 新北板橋區府中站的警官陸橋電梯 經傳墜落意外 意外發生當下發出巨大聲響 驚動活動舉辦人員 周邊的現場狀況 有發現民眾在呼喊小朋友呼救的狀況 那我們也是第一時間找到電梯有人受困 發生因為的電梯已經拉起封鎖線 電梯周邊的玻璃也都已經碎裂掉落一地 27號下午1點多 府中捷運站2號出口旁的電梯 突然從2樓卷落到1樓 裡頭乘客兩名55歲的姑姑 帶著8歲大的侄子到府中商圈 搭乘電梯時發生意外 破門開的時候小朋友其實都是正常狀況 然後也是正常把他拉出來 那他其實當場都沒有哭 那我是比較受到驚嚇 然後再協助把大人救出出來去 初不了解 婦人腿部骨折 隻子有絲裂傷 救出時都意識清醒 鬆衣救治 驅公所也表示電梯每個月都會檢修兩次 17號廠商才剛剛檢修完 沒有發現問題 初步判定是電梯的鋼索斷裂 才會釀成意外發生 會請工會的鑑識單位進一步確認 也會派人到醫院關心傷者 幸好這回沒有鬧出人命 但後續賠償恐怕也是問題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